嘿嘿嘿,欢迎来到查理世界 哈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最近一年来打得最多的一把枪 大家看这个logo应该就知道,这是LUGA 个人感觉呢,随着设计经验的越来越多 慢慢的开枪的机晴会从大口径或者是常用的经用口径 或者是步枪子的慢慢会退化到打小口径的点二二 因为打起来成本不高 像比较像这种我们说的二四三啊 或者是更特殊一点的六点五毫米的 或者是7.62毫米的精神那还好 只是精神每次回来要洗枪会比较麻烦 比较痛苦 所以呢最后总而言之就归到最后我们就是指望点二了 这就是我的选择 给大家看看 今天正好可以来做个清洗 这是LUGA的那个叫做Heavy Barrel Take Down的包装带 我呢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我我拿这个LUGA的枪以后呢 我做的最多的改变就是换了他的枪托 我这里头有几个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从BUS Pro买的 他可以有把三个弹夹连在一起 那现在的弹容量来讲 0.22的半自动 一个弹鼓可以装10发子的 这里就30发 这个呢把两个弹夹 合在一起的连接 20发 然后呢 这个是Take Down 我们讲Take Down的意思就是说 哎呦好像生锈了 没有 还好 Take Down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把枪 枪管从枪 Receiver 就牵本那个连接的地方打开 这样子呢就可以更好包装 怎么叫包装呢 可以放到你的背包里面 轻便更好带 不叫轻便 是跟方便带 我的LUGA 22做了一些改进 呃因为我想要我的小孩可以 可以用 所以我装了这个MACPU的那个Take Down的 X22 它的好处是这个 枪托 它比较短 所以适合小孩的 呃肩膀 最主要我喜欢它是比较 密封 Compact 它的枪呢 只需要把这个枪管这个位置 Hey Google Stop 现在塞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为了把这个DN2的搬机给 呃 怎么说 它的转针 的弹簧卸掉 所以我换了一个空的档壳在里头 See 这是空的 其实呢 我们怎么讲 当 你上了去拿了枪 的那个 Fire on License 其实就是Safety的那个 training 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每一次把枪 拿到手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检查枪是不是安全 有没有子弹 首先第一个事情要做的是把弹夹清空 弹仓这边拿开 那再看这里 没有子弹 多来几次没子弹 然后呢 按道理是要Pull Trigger 让它来把枪管对着 枪口对着没有人的地方 或者不会把东西弄坏的地方 然后把那个fire pin给drop 那因为我知道这是点二 点二叫做Ring Fire 它不适合于开空枪 所以我会放一个子弹壳在这里 就像这个 打了一发两发以后呢 它这旁边叫旁边的Ring是它的Prime 一点它就会点蓝 但是因为是空的所以它不会点蓝 所以我会把它给把它的Stress给放掉 这个Tick down或者说这个枪的好处是什么地方 我做了哪些Modify 好处是它可以变短 很容易变成一个半自动的前尺寸的枪 这个稍微不适合于所谓长距离 就是长期的负重的背着走 因为它是Heavy Barrel Heavy Barrel的缺点就是重 但是它有好处就是打远一点 比如说点二通常距离是大概50码70码 你加了红点以后 或者加了瞄准器以后 可以打到甚至100 但是100以后它分散的那个弹道非常的变化 非常大 因为子弹小火要短 所以它的照弹点会大概上部会大一些 在100的地方 有Heavy Barrel 它的子弹就会更加的准一些 我这把枪呢 就是常常拿去Pring King 也就是说就打着好玩的 小孩可以用 因为小孩的 对于小孩来讲 它的后座力非常小 然后呢 它也不是非常的怎么讲 弹药不是非常的贵 所以大家都爱玩 通常在美国或者是每个人从小到大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都是从小孩都是从点二开始学起 所以在好多对枪的介绍的书的当中 他们介绍fire arm当中 他们介绍fire arm当中 都非常的推崇 大家如果从初步拥枪或者新手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 买点二 因为点二的后座力小 所以它从这个小口径开始慢慢往上走 你对枪支的熟悉性能越来越高 那你就可以往大口径的往上走 嗯 我觉得 点二的好处有很多 OK 这是其中几点 还忘了说了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MACPU的这个 枪 它的好处是 它的枪托是空的 可以放50发子弹 或者是弹鼓已经装好的 它或者单独装两个弹鼓 Alright 那再装一个50发在这里 Let me see Where's my 我没有 另外一个 这个关不下去 它可以装半的 那我现在做的是这样子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 放弹器后它会动 会响 但是 这是50发 40发 60发 如果这边再装一个20发 那这边就是 80发 我再带上三个弹架 那就是150加60 110发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package 我有110发子弹 Survive 足够 OK Oops sorry 我想大家都会被震倒 好 今天呢 主要是因为这枪打太多了 然后我要来清洗一下 我对了 还想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原来配原装的这个帮机 在这里 原装的帮机 比较粗糙 可以升级 光光帮机升级就要花一两百块钱 我的枪买了六七百块 八九百块 再加上 这个 Mac Pro的 X22 backpack 这个花了我一百五六十块 所以对于我来讲 除了我要去做Precision的那个Competition Shooting 点二二的 我会换这个Trigger Group以外 我不会去动它 因为点二本身精度就不是特别的高 Just for fun Right 打了很多 带去Hunt Camp打了很多 现在今天要做的是要把它清洗一下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的 22 不仅仅是为我自己用 我的两个女儿也可以用 因为她小 她可以小孩子可以修得 非常舒服 confortable 为了我的女儿能用 所以我把我的scope 也往后移了一些 所以靠她的eye relief 正好适合她们 当然有其他的option 比如说take down your light 它的枪管是轻的 Standless Standless steel 那这那种枪的话呢 它的好处就是轻一些 小孩背的容易 不那么重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来把枪打开 洗一洗 这个枪要拆很简单 就是说它的那个 take down很简单 下面一个level 往前一拉 一旋就好了 要旋它之前呢 枪必须要先cock OK 这个出来了 然后 大概在去年我升级我Luger的这个 他们叫release button 如果你想要 像这样子 它要 要hold住你的这个 hold住你这个carrier的话 它这个要push进去 然后因为 原厂的是它有两个rocking的方向 所以很麻烦 你看像我现在改完了以后 我现在改装过了以后 我只是要 一拉 一拉就好了 不需要再碰哪个地方 它就可以直接可以cock loading 一个chain 一个run 一个一发子弹进去 所以这个是 这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 要拆开它 这个Luger 只要打开 receiver 这方向 只要打开这个 这个screw就好了 然后呢 枪管就没什么特别了 枪管只要 这个地方 喷一喷 我们就可以 开始做事情了 我每次在擦枪的时候 我每次在擦枪的时候 喜欢把这个 套耳多拿几个 因为 有很多枪油 枪油跑出来呢 其实是 more or less 都对身体不好 然后最好的办法呢 你要带 像胶手套 这样子 这枪油就不会跑到自己的皮肤上面 当然 再极端一点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要带 防毒面具 因为 我的 枪油在这 OK 好 枪管最好洗的方法就是 有一个叫 Ball Slag OK 通常做法呢 就让这个 枪油 去做它的工作 然后 让这个 呃 油会把它的那个 里面的火药 进行 怎么讲 把它从铁上面 浓 浓 work it out 就是让它变暖 一下就可以把它 scalch out OK 然后现在下一步的动作是 我要把那个 打开 要找到枪用的那个 这个是我买的一套专门来 叫Weller 专门来装那个叫什么 Scope用的 Lapping那个Scope 看看够不够 看看对不对 Right Size is right 对不对 这里现在要拆呢 有个Trick 想要把这个拿出来 从这个塑料的Polymer 这边拿出来 File Safety Pin 必须要移在中间 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从这边拖出来 OK 那这样它Receiver就暴露出来了 那你看我现在一干放下去 这边两个PIN就掉出来了 一大一小 这个不是太重要 因为回去的时候 Eventually 你还是要把那个PIN给放回去 那个PIN也还是一大一小 所以 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Oops Sorry 最主要 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它打的子弹头是牵的 所以怀孕的 女生或者是 小孩 最好是不要去接触这个 这种 产生的气体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呢就可以把枪击给拿出来 这叫Hamling 如果认真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那个 灰尘或者渣渣 这就是Hammer 当我把子弹 这个叫Fire Ready 这个时候一扣它就会Strike Strike以后 按照它的一个 这上面一个Bolt Carrier 上面有一个 东西它就会 敲进去 然后在前面有一个小小的 叫做Strike Push Fire and Pin Strike就会把那个敌火点燃 所以在这边来讲 通常这是塑料部分 没什么太多的地方需要去清理 想清理也行 但是这边只要擦一擦就好 对于我来讲呢 我可能会用 这样的一个办法 在这个 纸上面 碰一点油 然后呢 把脏在这个Hamling的地方擦一下 你看 就黑了 就这样子 在这个位置擦一下 就好 或者有另外一个办法叫做 有这种东西 等会 有面签的这个东西 哈哈哈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东西对不对 是不是 也许大家也有能感兴趣 不过对于老枪来讲 老枪说 对这枪的性能 或者是如何拆一些保修这些枪都比较熟悉 我只是想今天没事 借这个机会呢 顺便给大家 分享一下我的 小小玩具 通常情况下 大家都可能觉得这是一个 点二 是非常小口径的枪 不是那么威力很大 not a big deal right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些些误解 或者是说 某一种程度上在 现在的媒体或者是 政客 讲的比较多的一些东西呢 反而是错的 认知很多 比如说 打口径啊 fifty mag 陪打坦克的这些枪 其实小口径的枪 杀杀力也非常强 千万不要小看 我要release这个hammer的方法呢 按住这个地方 把hammer挡住 用手挡住 扣一下 他就release他的stress 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他的stress 就这个是他的hammer 就这么小 这是他的hammer 来保证 去激发那个strike 让这个枪的子弹 跳起来的方法 所以呢 其实对枪 喜欢的人 然后慢慢了解到 如何清洗这些枪 这是一个hobby 他不是一个 像 媒体里面讲的 一些不好的 看法 或者想法 不是这个样子的 稍微留意一下 他的 cog的方向 这样子他就 可以硬住 他可能要保持cog OK 这个就插好了 我们刚刚把这个电碰了 right 这个壳也喷了 还插这个地方没有坑 这个地方喷是要把这个carrier给插开 大家看全是gunk 全是黑乎乎的 这些都是要 这些都是要洗的 right 怀疑我可能忘记一个事情了 对 忘了开灯了 嗯 试试看这次的 温度效果好不好 ok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把这个boot carrier打开 这个boot carrier 要打开呢 必须要先往后 螺 往后螺以后这边有一个 这个叫扳机 这个叫扳机 不叫扳 扳手 往后一拉 它就出来了 这个呢很脏 因为点二通常 比较脏 那我们要把这个soak 还有一个小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假如说你们想要买点二二的 铺 铺 铺 这些枪 特别是take down 这一个 bushing 你们看了 会动的 这个bushing 这个bushing很关键 因为它是 这边一个螺丝是可以选的 后面这个螺纹的地方是可以旋转的 这个螺纹旋转的是 让这个bushing往前推 挡住这个take down的枪管 让它flush 不让它有wiggling的space 就是不让它有变动转动的这个空间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 枪的保证精准度高很多 OK 这是一个trick 每次要继续调 调紧 调好就放在那边不要动了 当然进去的时候稍微用力一点点才能够 set 所以这就是一个 小小的trick 或者是我知道的一点点 因为我以前有朋友有过这个take down的枪 点儿二 常常不准 然后呢 会卡壳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 就是这样子 没有其他的原因 现在我把 这个receiver上面的 很多打过那个子弹的那个火药 好 残留 在枪机的位置 这个弹夹上进出的位置 给它插好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多机械的 会不会产生性能上的影响 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弹夹 进进出出的时候 顺不顺利而已 但是对于子弹能不能打击发 这个枪能不能打正常操作 这个不影响 锅呢 既然我们再在保养 再拆开 我们把它打开一起 擦干净 OK OK 现在这个线可以放一边 表面上还有很多的 枪油 你看 现在就会掉好多油出来 对于我来讲呢 点二二最好的心理方法呢 是用它的Bullslack 这个Bullslack是 上面会写数字 22 22 要做的事情就是从 机子弧 Bullslack都是从 子弹上弹的地方 Receiver的那个位置 Chamber进去 为什么这样做 我知道吧 从Chamber进去 因为 不要想把这边的 Muscle 那个叫Cram给弄坏了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 再给它加一点油 在它这个Bullslack上面 再加点油 这样让它进去的时候 work hard 就是让它再多一点油 可以在这里头 剩下的事情就是顺一边 你看 再把这绳子给进去 它这个Bullslack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一探进去或者是两探进去 就能把枪管给 擦干净了 嗯 除了在Chamber的这块位置 还有一些 就是Chamber的位置还有一些些 Build up在那边以外 Chamber的位置 Build up的坏处是什么 我解释给大家 当你要装一发子弹进去的时候 如果Chamber里面有Build up carbon 那它这个枪进去的地方就阻力就越大 阻力越大 那它有浓易卡壳 这就是为什么说 枪要不断的 保养 Maintain 原因在这 只有不断保养的枪 你才能保证它正常的运作 Function properly 我有买 我有买一大盒的 这种刷枪用的 东西 我有点饿饿的 I got a lucky 对 很多工具都可以用 然后因为我只要清理这一小节 所以 对于我来讲 只要一小小短短的就好 我不需要整个枪管都清理 因为在Barrell里面呢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机 机那个叫什么 签 但是如果你 真的没有打得太疯狂 应该都没有问题 Sorry 进去浓郁出发囊 进去浓郁出发囊 还有一个就是 对于新枪手来讲 这是个新的姿势 用铜 去rubber这个铁 你就不会把铁给弄坏 因为铜更弱 所以为什么 其实你在买洗枪的工具的时候 要非常注意 有时候可能会觉得那个好 但是未必 一定要注意要用铜的 所以现在来看呢 Chamber这一块 干净一些 再来两边 嗯哼 好一些了 好一些 再过一遍 这个 Boss Snack board就好了 这样子 这样子能就可以把里面的 刚刚用铜刷子刷出来的一个 那个鸡汤就可以拖出来了 OK 但 再看一眼 好了 亮了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外面这一层 枪管的地方 脏吧 脏吧 用这个纸的好处就是看得到 你擦没擦干净 因为你一擦脏的马上就全看得见了 我有有有像牙医一样的小工具哈 这种可以pick pick pick 你看这个小角落 这个切槽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叫做 extract 就是把卡弹 卡弹 弹壳的尾巴 可以打完了子弹壳 它可以抓住 就那个小钩子 在这里哈 给你看一眼 这个小钩子 这个钩子就可以把子弹给勾住 当你打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往回弹 当往回弹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stopper 它就把那个蛋壳挡住 它就会跳出来 That's how it work 对 我现在要把这个口给洗一下 很大的程度上来讲 当你拥有枪以后 它是一个玩具 就像你买了跑车一样 有时候跑车里每一次会开出去开一开 但有些非常好的车 你马上就不会不舍得每次去开 Right 所以你总会挑一个 稍微比较实用的 又是跑车的东西 对于我们人家就是 OK 不要买大口径的子弹 不用花太多钱 打多了这个 叫什么 你的 肩膀也会霜 所以呢 就拿这个点二的口径的 好用 Do the job 又舒服 又可以叮叮叮叮 又可以打把 会响 所以 This is a good choice 22 在 叫什么 本地的居民啊 不是叫居民 叫First Nation 原住民 他们在打吃的时候 什么口径的枪都有 因为他们是要靠打猎物为生 像好多这个Life Below Zero 它里面那个原住民就是 趁那个麋鹿 球渡过河的时候 用这个点二 看准那个鹿鹿的脑袋打 这样子呢 某种意义上来讲是 对于我们猎人来讲是 不道德的事情 是不可以这么做的 但对于原住民来讲呢 That's how they survive Right? minimum 最便宜的方法 狩猎 打到猎物 这是他们的 权利 像打猎的时候 我们正常的在 拿license去打猎人 猎人啊 不是First Nation 在水里面的动物是不可以打的 在球渡在湖里面游泳的动物是不可以打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黄色的是锈 那是我偷懒了 应该本来 每次打完 用完枪 就应该要插的 那因为我偷懒了没插 这是在枪管上面体现出来的锈 因为我打的时候 说有可能那天有下雨 然后呢 我就拿回 卡本里面 挂在枪架上面 我也没有太在意 然后收起来的时候也是干的 回来就没有再 就没有再做这个 动作了